我认为美国海军还是想要看一看核动力航母 尤其是福特级 在全新反航母武器装备面前 它的战场生存能力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海军 已经开始装备波赛东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它的主要目标就包括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波赛东核动力无人潜航器虽然打得比较远 但是能不能对于海上的大型的移动目标 进行精准的撞击攻击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只是在临近的区域 引爆这种战术核弹头 那么它的这种攻击方式 很可能也是这种冲击波 或者是这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震动效果 海上的冲击测试 我认为就是要检验核动力航母 针对这种战术核武器 在水下引爆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